台湾的惭愧 我们要来谈谈忏悔心 什么是忏悔心 忏悔心对我们又有什么帮助 不知忏悔的话 对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仍然要请教盛宴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师父您好 张小姐好 是 师父您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忏悔好不好 忏悔跟惭愧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惭愧是说自己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人 有这种心理的感受 那就叫惭愧 这忏悔呢 只要负起这人来 我们通常的忏悔 总是没有呢 直接做了 做了坏事 然后 对佛忏悔 或者是对菩萨忏悔 或者是对神忏悔 希望菩萨一福 或者是神 原谅我吧 那原谅我以后呢 我已经忏悔了 这个罪过就没有了 或者是呢 这个 从此以后啊 我 再犯错误的时候呢 我再忏悔呢 忏悔以后 这个罪就没有了 这种观念是失失而非的 也许其他的宗教就这个样子 但是也不一定 就是说 忏悔的以后呢 还会造罪 造恶以后呢 再去忏悔 这种 任何宗教 我想都不算成这样子 应该负起这人来 这个因此 福教里忏悔的 有两种意思 一种呢 是自己对于啊 已经所做的 所行的 所说的 有愧于人 有愧 有残于己 有愧于人的事 这呢 要负起这人来 而有反省 反省之后 所以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 改过 牵扇 然后如何补救 所以是两层意思 一个 就是夫妻之人 承认 自己是 做出了事 说出了话 伤害到人 也 可能就是伤害到自己 可能没有伤害任何人 但是呢 对自己是一份很大的 这个损失 那也应该忏悔的 那么忏悔以后呢 这个就是要负起这人来 如何的改善自己 纠正自己 那下一步就要去行动 那行动的时候 就是补救了 补救的时候呢 第一个 所以是 签善 用签 用这个善 来弥补过世 那还有呢 面对 所有的责任 直接不逃背 这个 好汉做事 要承担 不会 逃背责任 这是忏悔的一种作用 然后 自己呢 就是 尽自己的力 来啊 能够做自己啊 应该做的 应该改进的 比如说有的人呢 一年没有工作 两年没有工作 都是在游手豪闲 东飘西荡 胡作非为 那 这个结果呢 突然间 直接呢 浪自回头了 就是忏悔心出现 那浪自回头 怎么回发 回头的时候 就要 如何的弥补 自己的过世 那 如果对父母不孝顶 那更要孝顺了 如果对社会伤害的 对社会要奉献了 对家庭不负责任 对家庭的责任 要担起来了 让自己能够 尽自己一份 这个过敏的责任 或者是呢 尽一份人的义务 那现在要去做了 这个叫做忏悔 是 那么这么说起来 忏悔是对一个 自己做的比较大的一个过错 负起责任 要去改过 那么 为什么佛法里面 对忏悔心 这么重视 它的原因何在 如果一个人没有忏悔心呢 就等于说没有忏悔心一样的 忏悔心是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人 要求成长 要求改变 而忏悔心呢 负起责任来 要肯定自己责任 来继续去 来改善自己 如果说是对不起人的话 比如说我 说了一句啊 伤害你的话 不管我有心 或者无心 让你听了以后 你很伤心 这个时候 我就要 我要说 对不起 真是我忏悔 最终就是忏悔心 当面忏悔 当面忏悔以后 可是人家已经受了损失 比如说你已经受了损失 那我如何的 去帮助你 这个 帮助你啊 使你的损失能够弥补过来 我伤害到你 那 这个 仅仅是说 对不起 可能你已经 已经满意了 那 接下来 要教你 如何的 那个更愉快 那 是我的责任的 所以这个 忏悔心呢 是 推到人 一个是承认错误 就要担起责任 第三个 要啊 帮助自己 帮助他人 来成长 如果没有忏悔心的话呢 这个人 可能就是 做错了任何事啊 他就不认账 而人家 要他服气责任来的时候呢 他不服责 那就变成一个 对社会 对自己啊 是一个不服责任的人 真的 如果是一个副教徒的话 常常有忏悔心 那一账少一些 所以一账少一些 也就是说 自己忏悔过了 的 这个 以忏悔的心 来面对 所有的一切事啊 他不会怨天 游人 认为 所有的 现在说 即收到的一些果报啊 都是我自己过去的 做错了事 所以我现在 应该承担 这种果报 这样子的时候呢 内心 至少 不会那么痛苦 所以 障碍就少了 所以 有的人呢 一忏悔心 忏悔他的一账之后 虽然病还在 心里头 已经没那么痛苦 心里会获得心里的宁静 是 谢谢师父的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知道 常常有忏悔之心呢 可以消去业障 同时呢 可以让我们的内心 得到安宁 平静 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